韩式炒粉絲 今次和大家做一個 凍食和熱食都很好吃的韩式炒粉絲 蒜頭切片 紅蘿蔔、青椒和冬菇切條 雞蛋打法備用 牛肉用生抽 香菇、糖、生粉和油 拌勻十分鐘 煮一鍋滾水 放粉絲煮五至六分鐘 至軟身熟透 剩下後用冷水沖洗 拿乾水分 用剪刀略為短 用少許生抽和麻油拌勻 備用 放入鍋中火燒熱 將蛋汁煎成薄餅 盛起後 剪絲備用 鍋中加少許油 開中大火 將牛肉炒至熟透 盛起 再加油 煎爆香蒜片 再加冬菇爆香 加紅蘿蔔和青椒 炒至軟身 再加入牛肉 拌入粉絲 並將所有材料炒熱 加入蛋絲 再倒入醬汁 炒均勻後上碟 最後灑上芝麻 便完成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可以Like Subscribe Share 以及記得按著小鈴鐺 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和影片 請訂閱